东八区的先生们可真的非同一般 不仅刷新的豆瓣电视剧最低评分2.2分 连带着张翰的事业严重受创 这次四连磨一剑 没想到磨到一半就断了 9月30日 综艺木野家族最后一期播出 网友们惊奇的发现 作为常驻嘉宾的张翰 居然镜头被一剪眉 原本长达90分钟的节目 最后一期只有60分钟 少了整整半个小时 节目里也只剩下荣祖儿和王子文吴永恩 张翰镜头几乎可以用秒来计算 更残视他只是背影出镜 其中一个镜头是龙祖儿在远处大喊问 张翰你在干嘛 镜头一转就是张翰在房间内 加起来不超过3秒钟 还没有正面镜头 面对刺青刺激 这样说终于不用在电视机上看见张翰了 原本以为张翰这个人就是爱装 总以为自己是霸道总裁 有理而不自知 但是通过东八卷先生们这部剧 大家才体会了张翰这个人的底线能有多地 拍戏时喜兄吃女主角豆腐 距离猥琐桥段数不胜数 台词的心头里 整部剧充满了可怕的男性临时 中年游厘男对女性的异议 像他这么高冷的人 难道什么都要跟你挥发了吗 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呀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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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太依赖我了 因为他人是个孩子 作为这部剧的编剧主演 张翰真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猥琐下流 二连二分都还嫌高了 因为大众的抵制和各大媒体的批评 东八卷先生们终于从视频网站下架 张翰四年某一间打造出来的剧本 以一个极不体面的方式收场了 在这部剧之前 大家对张翰的印象几乎都是霸道总裁专业户 其实都还算不上特别有理 因为一起来看流星云里的慕容云海 以及山山来了你的风腾 确实演得还算不错 也收获了一批观众 在电影《战篮》里 张翰的演技也可圈可怜 而且还有黄晓明的游历 教主在前 分担了一批火力 只能说演戏中归是演戏 人设伪装的再好 也总会有暴露这一天 因为东八区和先生们这部剧 张翰过往的黑历史被全部翻了出来 上学时候拖行交警事罚制他 不久前一名大四学生交通违章之后 拒绝接受民警的检查 这名学生做出的举动令人重惊 我只想让他吓死 我踩了三次 我最差就说你别拽 我也让他出事 担爱期间遇到记者抛下 前女友逃跑 曾经拍温暖的闲事 席兄张军令等等 张翰拍摄《山山难乐》的时候 采访称自己喜欢单纯可爱善良小女孩 但绝对不会考虑赵丽颖 因为她的口无真难 最后导致赵丽颖被质疑 在录制处《职场我们》时 张翰故意为难 实义生和剪辑师 毫无专业的素质可言 完全就是大家在职场中 最害怕遇到的那种老板 在木野家族里 张翰的奇葩事迹也不少 比如居然九天没有换过袜子 还称自己的脚很香 被荣祖而无情吐槽 张翰还压了好几部戏没有播出 比如中韩和拍影视剧 他用一部类似于东八出的 先生们的《下梦狂诗曲》 为了观众的心情着想 这一句最好还是埋得死死的 永远都别播出了 当然如果张翰是因为 早年拖行交警被封杀 那他真的就是活该了